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到了六一链的首席科学家沈杰博士 以及我们的CEO David 为我们讲解一下 两位好 很高兴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间 美丽好 美丽好 那沈杰博士能不能给我们电视间的观众朋友们 做一个简单的做介绍呢 好 各位电视间的观众朋友好 那个我叫沈杰 我是那个六一链的首席科学家 那么我呢一直在从事物联网领域的研究 大概也差不多16年左右 那么之前的话也是一直在这个 中国推动国家的物联网标准的制定 同时呢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来参与ISO IEC的 物联网顶层架构的一些标准的这个制定 那么大概三四年以前的话呢 我们开始在推动物联网和区块链的一个融合的研究 好 谢谢沈杰博士 谢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间 好 谢谢 那David 作为CEO 你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呢 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David 那我大概是几年前 我加入了ARM 负责整个亚太区的物联网的市场的推广跟发展 那在这过程里面 我对物联网跟区块链的一些 科技上的一些融合技术上的一些推广 其实做了蛮多的一些研究 那我主要 我加入六月之后 主要是备赛台北 那就是推广当地的很多的应用 那还有亚洲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企业 他们修用到物联网 跟区块链的结合 还有六月的一些技术 所以我的团队主要是负责这一块 谢谢David 那两位都是这个行业里面非常资深的人物 那主持人作为一个行外人 对于这个区块链是非常感兴趣的 但是就只知道 它是这个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其他呢知道的就不多了 能不能请沈杰博士 和我们电视间观众朋友 包括主持人讲解一下呢 好啊 我觉得确实啊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对于大家对区块链的理解 最主要是从比特币 就数字货币的一个方面 去得到一些信息 那么为什么说区块链 能够让比特币 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 就是因为区块链给予了一个 就是数字的一个信用 也就是说在发现的一些数字货币 大家都觉得它是有价值 可以作为一种购买的 一种物品的一种权益凭证 所以呢 就从它区块链的一个本意上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叫做分布式的一种账本技术 那么为什么它能够得到如此的这个推崇 大家就愿意去信任它 因为它是它改变了以往 比如说我们中心化的这种记账方式 就好比说我原来有多少钱 那么可能只有银行里面这一本账 来记录了我这样的一个数字 但这个数字如果这一本账 如果说由于某些原因万一被篡改了 那事实上我就会丢失我所有的财产 但是以后有了区块链之后呢 也就是说至于我有多少钱这件事情 可以有网络上成千上万的 这个甚至是这个数十万的这样的电脑 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主体 它们共同的会记录 我有多少钱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如果能够到这一点的话呢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就很难 就是基本上就不会被篡改 因为你要想去改变一个 被记在成千上万电脑上的 又属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主体 这么一个数据的话 这是非常难的 所以有了区块链之后 就有了可以让我们以后的 所有的这个数字就有了信用 好的 谢谢陈杰博士 给我们讲解的很详细 那现在主持人也是有点明白了 这所谓区中心化到底是 怎么样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是这个区块链和物联网 那能不能请David 给我们讲解一下 物联网是指什么呢 是的 物联网从比较 比较high level的方式来看 它有点像是很多一些机器 或是设备 它们用不同方式去连接 连接之后呢 它们会沟通或是做一些协作 所以整个所谓的物联网 其实就是很多的设备 它们连在一起 然后一起在做一些事情 那但是呢 在现实的生活中 跟一个所谓的商业的应用的 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个网络如果说它没有为 我们人类的社会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话 这个网络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商业的价值也好 或是有任何的其他的意义也好 所以我们回去讲就说像六玉链 为什么它的一些设计里面 当然就说会针对所谓使用者的情境 还有所谓的商业应用的需求 社会的需求 再从那里再去定说 整个物联网的设计 应该是长什么样子 如何让这些机器的协作 来让我们的人类的生活过得更好 那这个是我个人对物联网的定义 好 谢谢David 我们刚刚听你提到的六玉链 那我们知道六玉链这个项目 其实是物联网和区块链的结合 那能不能和我们讲解一下 你们的概念或者说 怎么样把这个物联网与区块链 结合到一起呢 好 所以我刚刚提到了物联网 它其实是一个为人类的 就是说现实的社会去设计的一套系统 那它在这个系统里面 有一件事情是区块链 应该是说物联网世界里面会很需要的一种技术 那这个技术就是说这些数据 从这些设备生产出来之后 它们如何的去交换 然后如何去使用 然后去商业化 那这里面就包含了数据的确权 就是说确定它是真的 然后还有防伪 还有安全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需要像区块链这样的技术 就让这些数据 可以在这个区块链上面 去做整个流通 所以物联网跟区块链的融合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的发展 我大概有点听明白了 就是区块链是一个传递信息的这样一个功能 物联网是把设备里面的信息 传输到区块链上的 是的 是的 好 谢谢David让我明白了这么重要的一个道理 那其实我刚刚一直听你们说六玉链 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叫六玉链 不叫五玉链 八玉链 十二玉链呢 这个我看到沈杰博是笑了 一定有什么想说的 好 对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六玉链 其中六玉这两个字的这个来源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谈到 就是说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推动 就是说物联网的标准的制定 那么为什么要去制定物联网 特别像架构这样的一些标准呢 因为现在物联网 就像刚刚David讲到的一样 物联网它需要把很多技术去融合起来 把很多设备 把很多事物要去连接起来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往往造成 就是说很多人对它的一个全貌不太了解 往往只会从一个地方 在早期的时候 可能是从一个方面去了解 什么是物联网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困惑 所以当时我们从在中国也好 在ISO的国际标准里面也好 我们都迫切的是需要去制定 物联网的顶层的这个架构 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一个楼一样的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那么所以的话 当时我们经过很多年的研究的话 就提出了像六玉模型这样的一个框架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行业 你要想去融入物联网 把物联网的体系建立起来 最主要是从六个玉 那也就是说从六个部分的角度 去把这个系统给梳理清楚 所以才有了这个六玉模型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至于这是哪六个玉的话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一定要介绍一下 那么六个玉的话 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人的 你说一个人的组成 比如说有我们的脑袋 有我们的躯干 有我们的四肢 那么物联网的六个玉的组成的话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是 我们叫用户玉 也就是说 对任何一个物联网 我们首先要把为谁服务 就是解决它的什么问题 在这个用户玉里面 要把它定义清楚 那就像我们的食品安全 那我们就要去为我们消费者 解决食品的来源的溯源问题 对吧 所以这是第一个玉 那么第二个玉呢 我们叫目标对象玉 也就是说物联网 那么我们首先根据你的用户的需求 我们要把什么样的事物去连起来 把这个对象要搞清楚 它有什么样的问题 它有什么样的属性 那么第三个玉呢 我们叫感知控制玉 那么因为你需求了解清楚了 对象了解清楚了 那么我们来了解 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这个事物给连起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传感器 我们用IFID 还有我们用一些嵌路式的一些设备 可以把这些事物都连起来 听你一说 我觉得这三个玉就够了 因为有了用户 有了目标 有了连接 对 是 但是从我们一个可持续的 有商业价值的一个物联网生态打造来讲 三个玉还不够 所以我们才有了我们另外的三个玉 好 再跟我们说 对 因为当我们大量这些设备 虽然已经能够获得事物的这些数据了 但是这些数据还不能够真正的 直接为用户我们去服务 我们还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 进行处理 进行分析 最终让些数据真正变成有价值的服务 所以我们第四个玉 我们成为服务提供域 就是说对数据的加工的处理 但是谁来提供这个服务呢 那这个里面就取决于你这个物联网行业生态里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主体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一个商业问题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 刚刚是第四个玉叫服务提供域 那么第五个玉呢 我们叫运维管控 运维管控事实上是什么意思的 因为我们物联网的服务 刚刚讲的很多就来依赖于我们的一些设备和物体的连接 来获得它的信息 来操控它们 但是设备往往容易是 容易就是说出现不准确 或不精确 或者是不安全 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那所以我们要从一个保障的角度 从技术层面 首先确保它的运行的这个可靠性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因为我们要把事物去连起来 一旦连起来 其实就改变它的原有的一些社会一些规则 那所以的话 从因为保障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要从这个法律法规和行业的一些规则角度 去看你所做的这个物联网 是不是有没有破坏原来的规则 要不要去符合原来的规则 或者创造新的规则 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的第五个玉 从技术和规则 那么第六个玉呢 就是说任何一个物联网行业 它都很难单独的存在 因为往往的需要就是说 为了给我们的用户提供完善 和更好的服务 我们需要不断地跟外界去交换相关的这些资源 那么这些资源里面 也首先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信息资源 可能我们单靠这些物联网的设备 还不足以获得足够的数据 能够为我们的用户去提供服务 比如说我们像给个人提供健康服务 虽然通过的我们的传感器 能够获得你人体的这些数据 但是我们为了给你健康服务 我们可能还需要知道你的病例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所以的话一个资源 我们第六个叫资源共享 资源共享的意思就是说 为了满足我们的用户 我们需要跟外部之间获得数据 或者是我们内部产生这些数据 也可以供外部去使用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还有很多市场的一些资源 包括我们第三方的一些支付工具 第三方的一些增性的一些系统 第三方的一些数据的交易平台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为我们整个行业的生态都完善 就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框架 好的 谢谢沈杰博士 那这个后三个月补足 前三个月六一片的这个模型设计 真的是非常的有心意 或者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那也谢谢沈杰博士和谢谢David 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完了 在下一期呢 我们会跟大家讲解 为什么六一模型会比其他的物联网 和这个区块链的模型更好 谢谢大家收看本次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